引力的方法 或许是拥有一个可以安静地抵消地球引力的推动装置 人类已知的力共有四种 电磁力、强合力、弱合力以及引力 其中引力是我们最熟悉的 但同时也是四种力中最弱的一种 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是个专利所职员的时候 就已经用狭义及广义相对论 革新了我们对宇宙运行方式的认识 在广义相对论中 爱因斯坦表示 引力是由能量和质量导致的空间弯曲所产生的 地球引力就是我们对地球质量产生的空间弯曲的一种体验 人类一直幻想能造出不受引力作用的飞行器 但大部分科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按照现在的科学理论是不可能的 因为引力是无法屏蔽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一直对这个事情探索 关于怎么屏蔽引力也是一个有一定的幻想价值的一个题目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这样的东西是不可能造出来的 但这并不等于外星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外星人有办法让飞船产生抵消引力的另外一种力 它还可以推动飞船航行 比如电子力 在一个磁铁周围空间存在着磁场 所有磁铁都有正负两极 一极向西 同极相支 但这种力达到某种数值的时候 就能克服引力 通过线圈的电流也能够产生磁场 在铁心外绕上线圈 然后通电 就制成了一个简单的电磁铁 可以用来吸引铁钉这类的物体 我们现在也在使用电磁进行推进 磁悬浮列车就是利用电磁原理 让车体漂浮在空中 并推动其沿轨道前进 磁悬浮是相对简单的 它是两套系统 一套系统就是说是 车轮和铁轨之间产生磁磁力 磁磁力 磁磁力是列车悬浮在铁轨上 大概是一到十毫米之间 它还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有的是向上推的 有的是拉的 有两种方法 这是一个系统 然后另外一个系统 就是在旁边 有一个交流产生的磁场 拉着它前进 就这两个系统 磁悬浮列车 需要两套磁系统进行运作 而某些材料只需要一个磁场 这一套系统 这就是一个温暖系为 的旁边 它是一个一高性的 这就是一位 这个是一高性的 还发现出了 20年过时 如果我们把尾纳子放在 磁入到降纫 它是一种从自然而出现 而它会变化 并且它的 properties 改变 dramatically 它是凍再入了 它变化 And it will then levitate above this track... Een nich 成立木炷の磬炭 godọn magnet子 It's being pushed up against gravity... as it's trying to expel the magnetic field out of itself 有些生物也是反磁性的 比如青蛙 科学家把青蛙放在一个磁场梯布里 它就会上升到较弱的磁场 也就是漂浮在空中 从理论上说 人也可以漂浮在空中 因为人也是反磁性的 但青蛙漂浮实验之所以能够成功 主要是因为在青蛙下方放置着一个很大的磁体 如果UFO真的是利用了反磁性 那么飞碟下方应该有一个巨大的磁体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 正因为此 罗盘的指针才会永远都指向北方 或许外星飞船能利用地球的天然磁场 但是地磁场很弱 如果想利用它来使飞船漂浮在空中 人类还需要在物理学领域有更多的突破 外星人也许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技术 套引力屏蔽器或者抵消引力推进装置 飞碟能够自如应对地球的引力 漂浮在重力波上 去任何想去的方向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对各种UFO的目击描述表示怀疑 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眼见的一切 外星飞船已比人类可能先进几万年 甚至几十万年的科技 在地球上空展示了种种令地球人叹为观止的飞行特技 只不过这一切我们还无法解密 关于外星飞船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 它是如何穿越茫茫时空来到地球 我们将继续想象之旅 科学家们将继续在外星飞船中寻求答案 无论 在飞碟的漫长星途中 能源从何而来 传统火箭能否让人类飞出银河系 核动力会开启星际飞行的星际源吗 太阳帆能扬起人类的航雨之梦吗 科学家们在一艘飞碟上的新发现 将为我们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大型纪录片 秘境追踪第五季 禁止入内之星际飞行第二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